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3 暗巡队19号上午8点多 切获大午安检所回报 表示在港区南提处有民众落海 海巡立即派员前往现场 并对逆者施施CPR救援 后续由救护车送往大午卫生所来救治 海巡人员针对落水的民众 实施CPR的急救 希望能够抢在黄金救援时间内 救回民众的生命 今日上午8点27分左右 台东大午港区的南提处 发生了一名年约50岁的男子 落水的意外事故 而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携带救护的装备赶至现场 而男子被救上岸时已无意识以及心跳 海巡人员立即对他实施CPR的急救 本所于今日上午8点27分时 由同仁巡查港区监视系统发现 港内有民众于大午于港内南提处逆水 同时接获民众至所内通报 有人于港区逆水 本所随即派员携带救生装备前往救援 同仁抵达现场后发现逆水者为一名男性 年约50岁已由现场民众协助救援上岸 同仁初步估计 民众已无呼吸心跳及意识 立即实施CPR急救 救护车抵达后 民众意识仍未恢复 后续由救护车后送至到卫生所救治 东部分属第一山案群队也呼吁 若于案记以及港区发现任何危难救生的案件 可以立即拨打118的服务专线 海巡人员将会立即前往协助救援 记者陈基林大午相报导 大午相报